LPL赛局的时候 G5赛也打了很多轮嘛 然后就是也很久没有打比赛了 然后也是对那很多 就有几个人也是第一次打比赛嘛 也包括我 然后所以说更多的是兴奋多一点 而且今年其实整个赛制 从BO1变成了BO3嘛 那你们是怎么样去看待 这样的一个赛制的改变的 你会觉得更好的一个缓冲 或者说是缓解你们的压力的一个机会吗 我觉得BO3肯定是对于 就对于我们来说的话 肯定是比较好的 因为压力没有那么大嘛 而且是可以调整过来 而且今年也是算是双败嘛 所以说就是大家的压力也没有那么大 也不是那种一把就直接结束的那种 而且可以看到今天我们的比赛当中 第二局勋也是拿出他的招牌的暴女 也有非常完美的一个KDA 那当他选到他招牌暴女的时候 你们作为队友会不会更加的自信一些呢 我觉得我们选择英雄其实就 我觉得我们大家什么英雄都是 都玩的挺好的吧 然后看待教练给我们怎么样搭配阵容 还有选择英雄组合吧 其实今天ELC选手你的表现也是非常的完美的 临阵王 而且你刚刚差一点点是拿到了五杀 所以对于自己的首战的一个发挥是怎么样的评价呢 我觉得对于自己的首战比赛上面的表现的话就还可以吧 就是失误也没有很多吧 那我们想问到因为看到来到这边的欧服呢 你们也都改了ID看到你的欧服的ID是你说话 冰能不能说说你们这些欧服ID背后的故事呢 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我改了这个ID是我们在常规赛的一个比赛输了之后 就是队内发生的一些故事吧 然后我改了这个话 就是欧恩对陈志斌说的一句话 就是你说话啊 冰 然后我觉得就是很有趣 然后我就改了这个 那最后一个问题 其实今天在MSI的现场 有很多粉丝在一直给你们喊加油和呐喊 所以有没有什么想要对这些粉丝说的话呢 就是非常感觉大家来比赛现场看我们吧 然后就是也没有想到在伦敦 我们也还有现场这么多粉丝支持我们吧 然后就是非常谢谢大家吧 然后我们也会争取打得更好 取得更好